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徐新阳 俄罗斯与沙烏地阿拉伯两大产油国各自争产 打起石油价格战 在经历一个月的原油价格战争后 沙烏地阿拉伯与俄罗斯9号原则上达成减产协议 而原本一直在观望的美国也终于点头 宣布与俄罗斯、沙烏地阿拉伯接近达成石油减产协议 你拉抬油价 全球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而停止飞航 缩减车辆使用和降低经济活动 导致全球燃料需求每天聚减约3000万桶 相当于全球供给30% 如今川普表示已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王储沙尔曼 举行电话会议 甚至挑明已经达成协议 要来解决石油过剩的问题 以拉抬受创的油价 目前石油危机看似已经解决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又诞生了 那就是据传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的 省长兼王子萨德近日也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而目前沙国已经有多达150名 王室成员受到感染 为了躲避疫情 现年84岁的沙国国王沙尔曼 已经搬到鸿海东岸吉达市附近的一座岛屿 宫殿中隐居 而他的儿子兼王储穆罕默德 也和很多位大臣 迁移到同样是鸿海的其他地区 分析指出 沙国王室多人染疫 可能会影响该国的政局 严重的话还会影响世界石油价格 看来这石油危机短时间都还停不了 而同样恐怕也会影响到经济的 还有美国摩根森里执行长高曼 也传出感染新冠肺炎 成为华尔街确诊的最大咖人物 根据发言人说法 高曼约三周前发病并确诊 症状不严重 生病期间都在家发号施令 不过还好 经过医生确认后 目前已经痊愈 伊拉克面对新冠肺炎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下 政局相当动荡 9号伊拉克总统再度任命新的总理 这已经是一个多月来换的第三位总理 新任的总理是伊拉克国家情报局的局长 哈德米 根据了解这位新总理为人务实又圆滑 跟美国和伊朗的良好关系 预计能够带领伊拉克度过多重危机 而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就是乌干达的总统 穆塞维尼 在禁止外出的乌干达 高龄75岁的他 在自己的办公室运动还拍下影片 带您来看 铺设红地毯的宽敞办公室 75岁的乌干达总统 不仅慢跑热身 还一连坐了30个伏地挺身 相当硬朗 原来乌干达在3月底就禁止外出 想运动只能待在室内 只是总统还能好好过日子 一般人就没这么好命 有百万民众因为社交隔离 失去工作 位在首都坎帕拉的郊区布瓦兹 情况相当严重 总理亲自到场发送食物 受到疫情冲击 政局动荡的还有伊拉克 今年以来已经换了三任总理 9号第二位总理才宣布辞职 同一天新任总理就公布 有53岁的伊拉克国家情报局局长 哈德米担任 اليوم نجتمع في قصر السلام بحضور هذه الوجوه الكريمة التي تمثل الطيف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والكل حريصين على تشكيل حكومة وطنية مستندة إلى قرار وطني عراقي وتلتزم برنامج الإصلاح الذي ينشده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الذي ينتظر من تلبية حقوقه في الحياة الحرة الكريمة وأتمنى لك كل الموافقية يا كاكا مصطفى حبيبي سيد الرئيس أتشرف بقبول هذا التكليف كلنا خدم بشعبنا العراقي وسنعمل نكون بمستوى المسؤولية أمام الشعب والتاريخ وأشكر كل كتل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ي عملت لتوحيد خطابها من أجل نهوض شكرا على المسؤولين عدد عبدالله 新任总理哈德米 出身於首都巴格達 法律出身 曾为了躲避独裁者海山 在歐洲担任记者 和美国与伊朗 关系良好 担任总理之後 他有30天时间 向329名国会議員 提出内阁阵容 面临国际油價崩盤 和新冠疫情 扩散的挑战 哈德米和美国与伊朗的 往来关系 或许能在此时 稳定人心 发挥一定作用 全世界的人现在大都减少外出 乖乖待在家里面比较安全 除了跟家人朋友聊天吃饭 大家最爱的事情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追剧 美国一个爆红的Netflix影集Tiger King虎王 曾经创下美国地区单日观赏数排名第一 成绩十分亮眼 但这个影集的背后却活生生的藏着 一起谋杀的犯罪案 影集的主角虎王还被关起来了 不是演出的哦 他是真的被关起来了 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部虎王真实犯罪记录影集成为观众最爱 影集火热程度更连锁使得一起悬案被重启调查 引爆一桩大约29亿台币的联邦诉讼 异国桥涉嫌雇用杀手 企图谋杀动保人士卡洛尔巴斯金 最后被判刑22年 目前正在服刑 但异国桥的粉丝实在太多了 一堆粉丝替他叫屈 现在连美国总统川普也被记者追问 狗王的故事不仅传到白宫 据传还让好莱坞的大咖明星们 抢着拍伊他的故事编出来的电影 早生传出将由布莱德·比特丹刚演出 但现在传出奥兰多布鲁才是被锁定的狗王人选 全球在对抗新冠肺炎的同时 蝗虫再一次大量聚集非洲肯雅 去年年底气候变迁使蝗虫数量聚增 蝗虫群从叶门大举东移至肯雅和东非地区 原本已经食物短缺的肯雅 面临蝗虫入侵的灾难可能导致超过400万人 难以养家活口 加上这次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飞航管制措施严格 造成扑灭蝗虫的工作受到影响 为了试图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 肯雅实施宵禁和边境封锁的措施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停飞时的农药交货延期 如果少了农药 飞机将无法飞行进行杀虫计划 有时甚至用来监视蝗虫的直升机一击难求 也让对抗这场蝗虫入侵的灾难变得更加复杂 历史上今天带您回到1970年的4月10号 50年前的今天 如果你听英国摇滚 如果你是乐团P头4的粉丝 应该会非常有感 因为那是成员之一 保罗麦卡尼的宣布退出乐团的日子 也代表P头4正式拆活 保罗麦卡尼是P头4非常重要的成员 与约翰兰农 乔治哈里森 林格史达 取得了世界知名度 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 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团 保罗麦卡尼的创作 最有名的就是《黑旧》 这首写给约翰兰农儿子的歌曲 P头4成立于1960年 在英国甚至全世界 刮起了Vitomania P头4狂热 可惜到了1970年 因为常年与约翰兰农不合 并和乐团成员有严重的经济纠纷 保罗麦卡尼宣布退出乐团 在同年的12月31号 乐团正式解散 而50年后的今天 有近300件的P头4纪念品在美国拍卖 其中包括他们在《利物浦》首次演出的木制舞台 还有保罗的《黑旧》 这首歌写下的部分歌词 值得让歌迷再度回味 P头4 谢谢您的收看 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出的国际新闻 不要忘了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